前文在族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這一日楊綠郎騎馬飛奔 趕路回去京師探望母親 走了二十幾里,來到一座樹林 突然聽見有人高聲大叫 哎!留下買老船才好走 楊綠郎勒定戰馬的心想 啊!在我管轄的地方居然還有攔路打劫的 接著,在樹林裡面一前一後捐出兩個人來 哈哈哈哈,六哥啊,是我們啊 啊!孟良招贊,你們兩個在這裡做什麼啊? 那六哥你又做什麼啊? 我要去京師有事啊,我們又是要去京師有事啊 兩位賢弟,你們是邊關大將,怎麼能夠隨便去京師的呢? 啊!六哥,你不要把我們兩個當傻子才行啊! 啊!大家都是結拜兄弟,不還要分遠近親疏的? 啊!你又說話就說給惡姓聽,為什麼就不說得給我們兩個聽啊? 哈哈!不過不說呢,我們也知道了,我們在窗口外面就全部都聽到了 舊了,而沒有我們根本有病,而 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我們兩個也要去調查 públicرا 两位贤弟 我现在是狮子进京 谁都不带得去 你们帮个恶姓守刑 谁用你带 我们两个自己够有脚 都说不能够和你们去 为什么 你们两个一有什么事就发火 很容易惹祸 这么多年都没见过义母 好了,我很霸着他 你带我们去吧 去到京城 我总之是骂不还口 打不还手 决不惹祸,那行了吧 不行 不行就霸 老赵,我们走 去哪里 你去哪里,我们又去哪里 你进京,我们又进京 你去探望阳亲 我们又去探望义母 如果有人问起来 你回来京城干什么呀 那我们就说是六哥你带来的 当堂激怒杨六郎周身飙汗 谁说都说他们不行 那两个人真是骂都骂不临 搞得六郎没有收就唯有说 那你们两个要跟我去都行 不过要听我三件事 不是我说三件事 十件八件都行 第一 不准喝酒 第二 不准四围乱走乱去 第三要听我说 我说什么 你就要听什么 打得紧 那么当堂说好了 孟良赵镇在树林里面牵出战马 那么三个人就上马直奔京城了 到了这一日黄昏 来到京城 怕被人看见 他们在城外等了一阵 等到天黑 然后才打马入城 一入到京城 孟良赵镇 觉得双眼不够洗了 这次他第一次进京 正所谓大乡你出城 看什么都觉得这么好 看什么都这么新鲜 只见大路两边 做各种生意买卖的铺头 房屋高大门面整洁 大街上人来车网 十分之低涌热闹 孟良和赵镇小小声哗 哎呀呀 这个地方 真是好过边关好多 杨洛狼来一转头 看一看他们两个 快点走吧 不要说那么多了 哦 天波府就在京城的顺龙大街 杨洛狼带着孟良 招站一路行 行到路转湾的地方 经过一座府帝 这座府帝就起得真是威到极了 红墙绿瓦 黑漆大门 门外面两边两边都有四棵龙爪槐树 十三级汉白玉的台阶 上下马石 绑马装 威武大方 影碧场上就画着福禄寿三星的图像 许许如生 门前张灯结彩 门洞里头人来人往的热闹非凡 孟良见到就大赞了 哇 哎,怎么这么漂亮啊 又装进去看下 只见里面华国凋凉 金碧辉煌 孟良见到就抹开口都不懂得合起来 只见门前有副对联写着 书香门帝春常在 即善人家庆有余 横批是藏元门帝 孟良就说了 老赵 这家人家 是做什么的呢 杨六郎已经走得很远了 他轮转头一看 见到孟良朝震两个人 都在门口指手滑脚 燕帝 快点走啊 六哥 你看 这家家门面是多威 哎呀 杨六郎哄他们两个说了 我们家的门面更好看啊 哎呀 是定了 我们还有太祖皇帝封的上马牌坊 下马牌坊 闹龙扁天坡 快点走啊 那三个人就来到天坡府了 杨六郎说 就到了 你们看看 我们家的门面是否好看过那一间 等六郎走到家里 门口一看 啊 杨六郎当堂冷得半截 只见门口冷冷清清 但是门闪到实 门口外面好像瓦渣缸一样 上下马牌坊就倒下了 闹龙扁就砍碎了 真是一片凄凉景象 六郎的心想 什么事呢 什么事呢 孟良问 六哥 什么搞成这样啊 杨六郎想着实是出事了 只要瞒着他们两个就说 哦 牌坊旧那头 拆掉它重新修理了 来 我们返后门进去吧 杨六郎怕敲大门 大声果头被人见到不好 三个人来到后角门 啪啪啪敲门 没多久 开门了 老家人阳明挽着灯笼出来 啊 阿郡马回来了 小声点 快点把马牽进去 三个人进了屋 家人连忙进去里面报信 杨六郎想的第一件事就是 快点将孟良招赞两个宝贝安置好先 有什么事都不要让他们两个知道 事关于他们两个脾气不好 一发火来就会闯祸 八姐九妹一听见阿哥回来 连忙出来迎接 杨六郎对着他们两姐妹 耍一耍手 又指一指孟良同招赞 意思就是说 有什么说话都不要当着他们两个面子说 八姐九妹领会 因为在黄草坡他们见过面 所以八姐九妹就上前说 盲儿哥 赵三哥 一路辛苦了 来 去客厅吃饭 好 杨六郎将他们两个带到客厅 吩咐随访大师傅准备酒菜 杨六郎说 一路来 你们一口酒都没喝过 喉咙痕了 来来来 现在回到家了 任你们喝到够为止 喝到够就睡觉 有事我叫你们 你不喝酒吗 六郎 我还有些事你们喝先 我去吧 有事你们去吧 两个人见酒就不要命了 盐酒杯小的那头就用大碗来喝 左一碗 右一碗 越饮越高兴 喝喝下 孟梁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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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 銀安殿燈光昏暗 裡面靜茵茵 孟良朝鮮見到沒有人 就撞一下撞一下 撞到後面第二進的無寧樓 無寧樓的樓上是泰軍住的地方 樓下是丫鬟和洗碼住的 泰軍吃飯睡覺 梳洗更衣都在這兒 只見樓上燈光火猛 還隱隱約約聽見有人哭 孟良說 聽聽聽有人哭 什麼事呢 講完就拉著招簪 輕手輕腳的走上樓 走到窗口 身條里用口水整濕窗子 就督穿兩個洞 一人一個就偷偷裝進去看看 哦 只見楊虎的人在齊島 對正窗口 是一張藍木雕刻的鳳凰床 蚊掌用金鉤掛起 盧泰軍就躺在床上面 將被蓋到胸口 眉實雙眼 臉色蒼白 楊六郎在床口那裡跪在這兒 八姐九妹就站在床頭 柴郡主站在一旁 聽見哭聲原來就是郡主在那裡哭 照顫一看 小小聲說 我們進去了 閉嘴 聽聽他們說什麼才算 正在這個時候聽見 被陸郎說 媽媽 媽媽 你陸郎回來了 盧泰軍紛紛沉沉 還是不開眼 楊陸郎問 媽媽是什麼病 九妹回答 心痛症 怎麼得來的 被人氣了 誰氣了 九妹不敢說 這個時候柴郡主見 泰軍動了一下 就連忙小小聲說 奶奶 奶奶 你陸郎回來了 蛇路泰軍打開雙眼 楊陸郎靠過去說 媽 蛇路泰軍另個頭開眼 望望陸郎 芬花老眼 剛剛閃出點歡喜神色 馬上又不見了 眼淚水奪腔而出 他氣息微弱地說 綠郎 乖仔 你我兩兒子是不是在夢中相見 不是呀媽 我真的回來了 是呀 你又怎麼知道我生病了呀 接到你老人家的信我就回來了 泰軍嚇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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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 什麼信呀 心一急 蛇路泰軍又暈了 八姐九妹的連亡 媽媽媽這麼猛叫 六郎問 送去邊關給我的信是誰寫的 柴郡主的臉一紅 是我寫的 楊陸郎真的有點生氣 但是按住 為什麼要這樣寫信呢 柴郡主被丈夫問到眼淚巴巴聲那麼流 不出聲 八姐說 不關六嫂事的 是我和九妹叫六嫂寫信的 我們見到媽媽一陣糊塗一陣明白 糊塗一上來 就拉住我們叫六郎六郎那樣 半夜三更發夢還叫你的名字 清醒起來那陣 我們說叫你回來 她又不同意了 我怕媽媽有什麼事起上來 見你不到就糟了 又叫六嫂學媽媽的筆跡 寫信給你 媽媽的病到底是怎麼得來的 九妹哭了 她說 六哥 你不在家 人家欺負到我們真是慘 牌坊都被人家拆了 誰拆的 新科狀元 兵佈司馬王強的女婿 借金吾羅 她怎樣啊 皇上叫她斬花掛紅 跨搖官威一個月 那個借金吾伺著她外父的勢力 趁著跨搖官威的機會 飛揚拔戶不可一世 那天 她路過我們天波府門口 按照規矩 文官落腳 武官落馬 連皇上都要走七步 才可以翻上車臉 借金吾啊 她不單止不落馬 還故意敲鑼打鼓 燒炮掌全心來挑釁 楊紅出去跟她說道理 那個借金吾口出不信 叫楊紅做老狗 夾硬說我們的牌坊左路 竟然叫那些手下 推倒牌坊 踹碎了盜龍扁 楊紅殺了忍無可忍 拉住她的馬僵 叫她去見母親 怎知被借金吾一腳踢開 又被借金吾那些手下 用皮鞭打到死去活來 楊紅是我們楊家的功臣來的嘛 被人敢欺負都行的嗎 母親知道了 立即出來質問謝金吾 要跟她見皇上 她竟然拍馬向前衝 猶疑將母親撞掉 撞到母親當堂暈了 我跟九妹生氣得不得了 帶家人出去打 這樣才把那些壞人打走了 母親蘇醒之後 怎麼都啃不下這口氣 就上金殿去見皇上 皇強是皇上的老師 皇強又是謝金吾的外父 所以皇上就偏心爭著謝金吾 他跟母親說 謝金吾不懂批舉 那天天叫他去楊府陪禮認錯 然後再出錢來重建牌坊 打了楊紅就宣訴 說我們也打了謝家的人 但是一直到今天 謝金吾不來都沒有來到認錯 就這樣不了了之 母親這樣一擊 就得了個心痛症了 六郎聽了這番說話 生氣得臉色都變了 但是他押著怒火說 謝金吾欺人太甚 阿媽的病有沒有找先生看過 看過了 就是不好了 阿媽得的是心病 那要用什麼藥才能治得好呢 除非打了謝金吾的威風 給他點顏色看看 阿媽的氣這樣才得順的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就沒有得好 他在房間裡面說話 孟良招贊在外面聽得清清楚楚 孟良和招贊小聲說 喂 義母被那個謝金吾激到病了 我們要和義母出發這口氣 治好他的病才行 怎麼治法呢 你母親狗妹說嗎 給點顏色給謝金吾看看 那義母的氣一順 那義母的病就好了 那怎麼給顏色看呢 這樣就容易了 那 將謝金吾的壞公的心挖出來 心是紅色的 那就給他點顏色看了 啊 沒錯 走 走 去找謝金吾 咦 孟良招贊兩個要殺謝金吾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選擇 不分解 髮 方